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98新闻台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困扰于选股 选股 我到底应该选什么样的指标 来作为选股的依据 因为我们总不能 找这猴子来设飞标 虽然猴子设飞标也可能会设准 因为华尔街曾经有讲过 讲实在什么 什么专家说什么 我找这猴子来设飞标 设出来的还比你准 那当然有可能发生 但是我们还是最好 有一些选股的依据 尤其是进入到明年 怎么样从财报上选股 什么指标最准确 我们今天再继续谈这个话题 我们请到 淡康大学财务教育的段昌文老师 那来举很多的指标的例子 同时已经帮听众朋友选出了 三赏个股 就告诉各位 就是这三赏个股 就是精挑细选出来的 从指标上面看出来不错的 个别公司 那这个范例呢 我们就可以 让听众朋友呢 去遵循 说到底哪一个指标 是我们可以依循的 我们来请教段昌文老师 段昌文老师您好 木豪好 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所以听众朋友您上YT 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 因为同时可以看到我们的表格 如果您是听广播的话 我等一下也会复述一下表格的内容 让各位知道 好 那段昌文老师 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说 像净利率 像资产周转率 还有负债比率 还有权益陈述 还有ROE 这一些很重要的指标 是 那我们今天继续来复习一下 那刚才 我们谈到了这个所谓ROE 就是权益报酬率的部分 这个是我们连续好几周都在讲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那有ROE有ROA 那段老师到底ROE 在投资上面 这个指标比较重要 还是ROA比较重要 ROE是这个权益报酬率 那ROA是资产报酬率 这两个指标 哪一个指标比较重要 当然是权益报酬率 就经营公司而言的话 当然要照顾股东 那照顾股东的话 当然就是股东权益报酬率 是比较重要的 那当然有很多人都认为说 有去看比方说 类似有人在写巴菲特的书 巴菲特就认为说 应该要用ROE去选股 那有很多的投资人 光看ROE如果比较高的话 就进场 那ROE如果比较低的话 那就出场 这样子的投资法则的话 基本上是不对的 为什么 因为ROE我们可以把它拆解成 三个项目 第一个项目就是净利率 那第二个项目就是资产周转率 第三个项目就是权益乘数 这三个如果听众朋友 你有看到画面上面这三个指标 如果这三个指标 你把它相乘出来的结果 就会等于ROE 好 我再讲一下 一家公司的净利率 乘上资产周转率 再乘上权益乘数 就等于ROE 比如我们举例 矽创 8016的矽创 它的净利率 今年第三季是31.29% 然后它的资产周转率是1.28倍 那它的负债比率是34.93% 这三个一层下来 对不起 它的这个权益乘数是1.54% 那这三个一层下来 ROE就是61.55% 当然我们从这个 因为我们用细创 跟这个详授的话 是上上周 我们一直在讲的 这两家公司的例子 那当然我们 如果比较好去对应的话 就是上礼拜我们也有讲到的 就是富邦媒跟宝雅的问题 对 那富邦媒跟宝雅的问题的话 富邦媒啊 它的权益报酬率 大概算出来 就大概42左右了 那么宝雅大概39 39左右 所以两家公司非常接近 但是啊 你不能很单纯的看权益报酬率 就可以来判断说 富邦媒比较厉害 简单说 我们说宝雅它的净利率啊 是10% 那么富邦是3.84% 但问题在于说 我们可以把宝雅归类为 所谓的净利高 高获利的公司 但是这个富邦媒 是一个低获利公司 但是为什么 它的权益报酬率会比较高 是因为它的周转率啊 特别高 电商的周转率高 所以如果我们要把 这两家公司把它分成说 如果富邦媒跟宝雅来分类说 哪一家公司是属于 比方说薄利多销的 那绝对就是富邦媒了 电商一定是都薄利多销 而且富邦媒很会打折 但是如果说 我们宝雅可以把它归类为什么 它是以价质量啊 我们再强调一件事情啊 当公司的净利率 如果说比较高的话 它去调价的空间就比较大 那如果它的净利率 如果比较低的话 那么它可能就有可能 调价空间就会比较小 那我们再拿另外两家公司来比 这个就比较清楚了 比方说台积电跟鸿海就好了 那台积电 它的净利率是37.48 那鸿海是2.50 这非常标准的 也就是台积电是以价质量的公司 那么鸿海是薄利多销的公司 薄利多销的公司 它的净利率 净利率都会比较低 但是当不景气或通货膨胀来临的时候 大家要记得啊 高纯益公司是比较不容易亏损的 但是薄利多销的公司不容易抬价 所以它如果说它的发生亏损的情况的时候 大家可以想象 它虽然鸿海是2.5% 它很容易掉进负的空间 那如果掉进负的空间的话 那么它的权益报纸率就绝对是负的 不过鸿海很厉害的是 多年来它都没有掉到负 对对对 它再怎么不景气 它都能维持各位数的净利率 所以相对而言 如果看比方说百货业 富邦美跟保雅就好了 那为什么最近富邦美 它的这家公司啊 它的权益报纸率特别高 是因为它利用了它的周转率的因素啊 对因为电商的周转率高啊 对 它的资产周转率高达4.31 对那保雅只有0.73而已啊 那可见可能在 比方说另外一家公司同一超好了 同一超净利率也没有很高啊 但是它很会利用什么 很会利用权益陈述 也就是说多多去借钱 让权益的报纸率抬高一些些 但你多借钱也多利息支出啊 对但是它扣完之后的话 它的权益报纸率还有24.32% 这算起来也算起来厉害了 其实几周之前 段老师去讲了保雅之后 我仔细去研究了一下保雅这家公司啊 我发现这家公司啊 它其实在整个经营策略面上有一些问题 你可以看到它最近股价实在崩得很厉害 它的今年股价的高点是656块 最近急跌到410块 最低到410块 今天回到了441 尽管回到441 离它今年的高点565 656块差了很多 对那其实如果说要说保雅的话 我们从这张表格可以建议保雅怎么做 其实它的资产作转率实在太低了 因为它是做零售业的话 那资产作转率怎么会这么低 所以如果以鸿海去跟它对应的话 鸿海也是电子业的一个零售业 所以如果这样对比的话 鸿海还有1.49 那台积电才0.5 台积电0.5是比方说鸿海是台积电的三倍 那所以因此 是不是可以透过比方说提高资产周转率的方法 因为资产周转率提高的话 是可能它的产品的周转的次数 它产品就流动要快 对流动要非常快 但是保雅讲实在 我觉得它的网购的部分 它没有做电商 它不敢做电商 为什么它不敢做电商 因为保雅东西贵 对不起啊 我这样讲 被保雅骂 其实保雅东西跟默默比一下 跟富邦默默比一下 相当东西大概比较出来价钱 但保雅小东西的部分的话 它是占的优势比较大一些些 反而比方说要去跟虾皮比的话 当然价格是比不过虾皮 对不起 保雅不要骂 我更纯属个人浅见 反正我们今天讲的不是保雅 或是富邦默哪一家好 我们今天在讲 就是说就财报的角度来看 有一些重要指标 听众朋友一定要知道 净利率其实很重要 另外资产周转率也很重要 一家公司通常来讲 资产周转率越高越好 净利率当然也是越高越好 净利率乘以资产周转率 再去乘以权益乘数的话 就等于ROE了 那ROE我们一般来讲 用ROE选股的话 就是ROE越高越好 对不对 所以资产层数怎么提高 资产层数提高 刚才段老师有讲 一家公司如果能举债 举的更多的话 他资产层数就会上升 是 权益层数 对不对 权益层数就会上升 其实我们 我编了这张表格的话 大家可以看两个部分 一个是电子业的上中下游 那再来就是面板业的上中下游 从上面排下来 这样就是上中下游 那我们可以分开来看 比方说电子业的上中下游 上游的部分 例如说联发科 台积电 联电这些公司的话 它的净利润都会比下游来得高 那如果以面板业来看的话 面板业的下游 它的净利润 反而是比上游 中上游都来得高 所以如果在调控的部分的话 电子业下游的部分的话 是周转率比较高 那面板的部分的话是 比方说像台表克的话 它是上游业 它的周转率来到1.35 在所有面板业里面的话 算是佼佼折 所以很会利用它的 它的那个 产品的周转次数 来去换算它的权益报酬率 那当然台表克当然权益报酬率的话 用这样子来计算结果的话 有25.19 那等同跟所谓的群创 是非常非常的接近的 好 我们等一下再详细就财务指标 再跟听众朋友进一步去解读 用什么财务指标选股最准 我们这边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段老师会告诉我们 选出来今年的前30名个股 是哪一些 这个是范例 提供给大家参考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保雅股价今年之所以跌那么重 最主要是它获利EPS衰退的非常厉害 你去看它前三季的EPS跟去年比 真的衰退非常多 我是给保雅一个我的中雇 因为段老师几个礼拜前 讲了保雅之后 我就狠狠的上去研究了一下 保雅的问题 因为发现它股价跌这么多 一定有问题 那我就上去研究它的问题 我觉得一味的展店 尤其是在大台北地区 展店不是办法 为什么 因为讲实在你会面临到 跟乡村区客源完全不一样的市场 都会人多精明 大家在上你的店面去看了商品之后 去其他电商网路买东西 都是这样子 因为你的价钱拼不过人家 不要讲说你贵 就是你的价钱拼不过电商的价格 电商它没有实体店面的成本 它当然可以用更低的价格 跟你去拼同样的商品 那都会去人都精明 都是这样子 你说你以前在乡村区 在外县市 那个数位落差的关系 大家没办法比价 或者说 他这个送货不方便 取货不方便 所以说你在 非都会区有利益 可是你进入到都会区 你一直展店 成本越扩越大 然后你的人员也跟不上 训练也跟不上 服务也跟不上的情况之下 自然你的获利就掉下去 甚至连营收都掉下去 所以说你要维持一个高价 四五百块 六七百块的股价 很不容易了 所以讲实在的 自从疫情之后 大家消费习惯也改变了很多 所以我觉得 你民众也会去跟去城市 跟康世美相关的 同类型的店去比价 所以我觉得保雅的这个问题 真的是就出在这个地方 不是说保雅不好 讲实在就是他的问题 就是在经营策略层面上面 好那这个我之前我在 我拉图在上也做过一集 深入的去探讨他 这个经营策略层面的东西 大概多少也看得懂 那我们回到这个段老师这边 段老师你帮我们选出了30档 对不对 对就是各个的指标 我分别选了30档 那基本的门槛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要用财务比例去 比方说我们前两周 我们有提到 比方说我们用毛利率 或者是营收成长率 或者是毛利成长率 哪一个选股比较厉害 那当然之前我们都提到 是说这个影响的股价 重大的是哪一些因素 但是这一集我们来讨论说 选出来的结果 到底有没有跑赢大盘 或者是跑赢对手 那基本的门槛是这样子 也就是说我先把股利 殖利率一定要大一龄的 小一龄的先删除 再来是每股现金流量一定要有的 这我们之前有提到过 也就是说公司的每股现金流量 如果是负的话 基本上他没现金 那么现金这家公司可能 就是会有短招的问题 那再来就是他的净利率 一定要大一龄 也就是net income一定要大一龄 这避免有赔钱的公司进榜 那因此我们把毛利润 也就是说毛利率排名 从第一名一直排到最后一名 所有的上市上柜公司都在上面 那我截取了前30名的 也就是分别有毛利率的排名 再来是营收成长率的排名 再来是毛利成长率的排名 再来是巴菲特的ROE选股的排名 再来是多重选股的排名 看一下多重选股 会不会比前面的单一指标还要厉害 那什么是多重选股 多重选股是这样子 我把毛利润 毛利率一定要大于15% 先筛选进来 再来就是他的这个营收成长率 一定要大于0的 那再来针对所谓的这个毛利成长率的 这个排序 再来是这个营收成长率的排序 再来是毛利率的排序 最后结果选出30档股票 那这30档股票的话 分别在表格上面 那当然这个股票实在是太多了 那非常简单的 我们来看他们的异常报酬的情况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从最后一张图形先来看 也就是图形上面揭露是这样子 那第一张图形的话 是我们可以看到黄色曲线是跑在最上面 黄色曲线是什么 那就是毛利成长率的选股 那30档股票 在他的财报公告之后的前后30天 也就是说大家看到横走的话 如果有看到零到负30 中间那条虚线的红色的曲线的部分的话 是他的财报 年财报公布的那一天 前面跟后面 那前面的部分 可见他的讯息有外溢 或者是有人早已经知道了 所以他的报酬率就往上串了 大部分的指标全部都往上串 那等到公告之后 他会跌下去 他还是会往 就是跑到15%以上 大家如果说有仔细看的话 这个如果你利用 比方说毛利润选股 或者是营收成长率去选股 或者是用权益报酬率选股的话 基本上在财务公报之后 全部都被毛利成长率打败 好 所以我们现在讲 就让听众朋友了解 就是说 其实毛利成长率 这个指标 用在台股的选股上面 以报酬的情况来看 它是最准的 对不对 最好的一个指标 所以大家特别去注意 所谓一家公司的毛利成长率 不过这个毛利成长率 刚刚段老师有讲到说 其实在年报公布的前后 它会出现一个很明显的现象 什么样很明显的现象 就是毛利成长率好的公司 它在年报公布之前 它股价就已经开始慢慢上涨了 那等到公布之后 它反而会跌一段 跌一段之后 它又会涨更凶 而且是幅度会更大 所以说 我们可以蹭什么 我们可以让它年报公布之后 那一段回档 去买这些股票 因为它后面还有很大一段行情 也就是说 只要毛利成长率好的公司的话 它终究会反映它的财报 它的股价会上涨 对 那当然市面上有很多 比方说多重选股 比方说财报多重选股法 我们可以看那个图形的第二章 那多重选股在哪 我刚刚已经有提供 比方说用很多的财报指标 来去选股的话 结果这些组合的话 也被毛利成长率打败 也就是大家看一下第二章图形里面 那蓝色的曲线 那个蓝色的曲线的话 就是多重选股 也在所谓的毛利成长率之下 毛利成长率的下面 所以是不是要需要用到很多指标 其实毛利成长率 其实也是反映了财报的一切了 所以从图形的一面来看的话 那这条曲线基本上都是把所有的公司 把它移到财报公告日 那至于说段老师 在2020年财报前三季选出的 这个30名股票里面 我个人比较尬语的 有友达 有群创 有精彩 有貌系 这几家是我个人比较尬语的 但是个人浅见 提供给大家参考 谢谢大家